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看到沒有剩下13個小時了 你們說DA都沒有打權力鬥技Prototype 我現在打給你們看 但因為時間緊湊 我只好告訴你們 金閃的寶武有多麼韌性的 或者是寶武的金閃有多麼韌性的 沒錯 我們就來一個雙眉一孔的組合 我們今天實測 寶武的金閃有沒有辦法三發力咒 3T內結束權力鬥技Prototype 我先講結論 這個組合基本上你沒有梅林 你也可以自己出一隻莎士比亞 也有87%的功效 對87% 那剩下的那13%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就不在我的範圍之內了 所以基本上你沒有孔明沒關係 對不起 你沒有金閃沒關係 你有孔明梅林 一樣可以採用這個戰法 是的 首先呢開場你就看到 在面對了 佔了一位風暴之王 一位魔女梅莉亞 以及一位捷克上面寫著 英靈惡器 爸爸我好冷 開場你要做什麼呢 把你身上所有的技能丟給金閃 那由於金閃身上有一個上不了強化的debuff 你可以去洗不讓他中 你也可以放一些無關緊要的什麼 黃金綠啦 加防啦 或者是加暴擊啊 我們哥靠暴擊吃飯嗎 不需要 對不對 我們金閃是何等人也 當然是靠寶具吃飯啦 然後我們13技全部開下去 對反正所有技能全部堆下去就對了 不用想那麼多不用思考 你看我這攻略方式是不是非常的好 完全不需要讓各位動腦 不需要去算牌 不需要去計算什麼 是不是 所有技能開下去就對了 開個無敵換速 只是讓他增加一點大家娛樂的氣息 接下來呢 你把第二隻的梅林換上來 他給了20顆星星 可是我後來其實想一想 這20顆星其實沒什麼差 反正我寶具就會打死他們了 對反正就是剩下技能丟一丟 欸然後 開一開欸 然後金閃的上去上去了 然後英雄塑造 英雄做成開下去 對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選牌階段了 這邊為了讓孔明梅林有點參與感 所以我選擇他們的Q卡 稍微打一下後面的風暴之王 當然憑我們金閃寶武的威力 寶具威力是十足 絕對夠本的 對就是讓他們有點參與感 不然等一下他們下場就說 欸大哥 我都沒玩到這個遊戲啊 我上來我們兩個只安安技能 就不知道幹嘛了 是不是現在他們有參與感 讓人有參與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大幅提升 你們參加這個遊戲的感覺是不是 就算你打籃球 如果從頭到尾都沒有接到球 我只會在旁邊 守一個守一個 是不是你過兩天你也不想參加戲來的呢 有沒有這個道理 很好 只會看學長在那邊先發 是不是更加的生氣 接下來上了超級天草 以及這個法老王 再上了這個 紅泥露 沒關係 他有三次的毅力 我們知道 他也會叫我們最大的HP 這個天草多討厭 站對面就是特別討厭 拉爾還站個皇帝特權 全部沒有問題 不是我們的對手 因為我們要做什麼呢 解放令鬥 解放令鬥完之後 我們金閃寶是不是有100MP了 有100MP 不要害怕 不要擔心 不要覺得有什麼問題 把寶具開下去就對了 開在這個泥露的身上 對 就是往他直接上開下去 往他的臉上砸嘴 你的EA有多強 我告訴你 我的寶武EA今天就是這麼強 我今天砸下去之後 我可以保證這個泥露 絕對站不起來 你以為三次落陽 我告訴你 洛陽一回合 真的馬上就會下兩次 你有沒有看過一天之內下兩次洛陽 我有看過有人半局 被丟兩次冠軍彩蛋 我不會說是當年的兄弟像 對不起 兄弟像的球迷千萬不要急我 對 然後我現在砸下去 看到沒有 是不是又在一發 喔 一個歐洲暴擊啊 他又被打死 基本上就算沒有歐洲暴擊 他也會死啦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一連串的EX 好 尼魯香又被打掉 跟EA被打掉兩個力開放的特權EX 而且中了這個防禦力提升 不過沒有關係 這也絲毫不是我們的對手 雖然孔雲被砍兩刀 他們還要回了一萬五的血 No problem 這些絕對通都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只是在開個歡呼 讓梅林有點參與感 不然梅林表示 哥我好無聊啊 然後我們再開一次寶具 呃 對 再開再補一次NP 再丟到我們的西家美修身上 是的 剛剛的法老王 雖然靠著兩次兩個 把蝶防的皇帝人活著下來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有一個寶五的孔明鴨陣 欸 再丟一個這個降防的工友 降防下去 保證你們原本硬邦邦變成軟綿綿 欸 降下去之後 我金蠶打下去 更是 BANG BANG 呃 非常的威猛 各位 讓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金蠶寶具的威力吧 沒錯 我就交給你的金蠶 我知道 雖然你在遊戲中 當初其實看起來非常的 讓人深厭 但是你的寶具威力 絕對不容不施的 空機下去有沒有 兩隻直接回到 回去賣蘇州賣個鴨蛋 欸 你路又站了起來 沒錯 他又再度站了起來 可是呢 他又再度躺下了 並沒有什麼軟用 這告訴我們 雖然你有三度洛揚 但是我的三度令咒 非常的威猛 結論呢 今天我們的金閃 能不能靠三道令咒 3T這個Prototype 全力鬥技關卡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用了兩道令咒 只需要兩道令咒 就可以全破這個Prototype關卡 各位 你們還在等什麼呢 如果你們今天沒有 趕快找一個寶五金閃大腿 抱好他的大腿 現在你們還有13個小時 然後使用兩道令咒 就可以結束這個垃圾糞幹了 是不是 你們沒有梅林沒有關係 你們可以上一個 莎士比亞嘛 沒有孔明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了 好 總之就是這次的Prototype關卡 我等一下還要找個時間 把六言打一打 有人說我二人沒放影片 對啦 做個紀錄 我應該也是把這些影片 全部做完做個紀錄啦 好 那總之Prototype就到這邊 你以為期待我會用黑狗嗎 呵呵 好 各位再見 下次見 掰掰